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美鳳祝大家中午用餐愉快 我是覺得人都是這樣 不是說一輩子都那麼順遂 總會有高低潮碰到一些 你不想碰到的事情 當碰到的話該怎麼辦 很多朋友都會鼓勵 加油 要快樂 說得快 就鬱子到這樣叫我快樂 我也想快樂 快樂不期 我覺得重點就是 真的要去面對 往往我都告訴我自己 對 有些事情很奇妙 往往會有這樣的事情 到後來有這樣的決定 好像一切都是最好的決定 真的沒有什麼 一切想一想都是 我們要保持這樣的能量 這樣的想法 把自己做好 身邊好的人 貴人都會來身邊 所以自己的正確觀念 正能量是很重要的 但是有的時候就是 你也要把自己整理好 你家裡如果惡常 磁場不好 你就越惡常 哪天起來 我要把它整理好 整個就是舒服 很微妙的 當你舒服的時候 散發出來的感覺 不管自然就會有些貴人靠近 好事就來了 當然 有不好的 我們要找方法 盡量把它避開 怎麼樣維持好的運氣 今天要來學一下 有祕訣 好的 請到這一位 很會保養自己的秋香老師 民生總有氣氣漏漏 但是你自己一定要去打招 要去努力 不要放棄 好運到後味一定會來 另外這一位 對 她就是要蓋鼓勢 又優好 心存善念的王達 好運維持好心情 快運會到 一點一整天的心情都浮躁 然後我們希望 每一天的心情都是 豔陽高漲 好的 但是有些專家 可以來告訴我們 有一些方法是 大家可以做參考的 也就是我們命理專家 悠悠老師 運用天然的靈氣能量 可以幫助我們心想事成 很好 首先要請一下秋香老師 你有等過那種 好像運氣不太順暢的時候 那如果在背的時候 靈靈就會接二連三 真的 那時候因為 餐廳就是剛開始開的時候 你冷氣一定沒那麼多 自己也是貪心 做得比較大 所以你就是會 周轉會不太夠的時候 你如果有九回 酒三百回 就讓人家倒三百 倒一腳就差不多一百萬 所以那時候真的很背 然後家裡又開銷又大 因為三個小孩都在讀書 所以那時候你真的在背的時候 路走走你就會跌倒去 真正的 不過我本來運氣 如果翻過來就很快了 翻過來的時候 餐廳就很起色了 然後我自己的出書就是 師傅 你做菜的書可以抽百歲 抽到一百多萬 不簡單 背的時候很背 可是一轉立你不要放棄就好了 所以普通還是要自己心存散戀 對 是 那個 那個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弘達呢 你這圈子也很久了 我圈子也很久了 所以我運氣好一點 我會覺得 它就會很順 像比如說去年 去年南盤滑行歲月 我就覺得很順 我運氣很好 有時候一天三個通告 你會覺得 我們都不用照 不算提供 已經幫你安排好了 時間幫你接到百合 如果你在賣運 說實話 喝水會去嫁到 吃東西會加到錢 怕得到酒頭 不過 你要說運氣 為什麼是天生的 或是好天的 這要請教你 我們的命其實是注定的 但是我們的運 可以透過一些方法 然後幫助自己改變運氣 今天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 怎麼樣看好一個面相 藉由簡單的面相 你去知道自己的氣色 現在好不好 就能夠幫助到自己 改變現在的運氣 面相我們最主要有 要注意什麼 要看它的三庭 上庭代表著我們的早年 中庭代表我們中年 鼻子 眉頭到鼻子 鼻頭的這個部分 然後從鼻頭到我的下巴 代表著下庭 就代表你的中晚年 我們先來簡單看 比如說 印堂中間 我們常常在講說 印堂就叫做命功 面相學裡面的命功 然後你這個命功好或壞 或者是是不是夠體量 就代表這個人的運氣好不好 這就是最簡單可以閱讀的 然後就是看你的印堂 是不是印堂發黑 還是印堂發亮 如果發亮的話 你就叫做 然後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的上面 叫做田宅功 下面叫做子女功 然後眼尾叫做夫妻功 就是所謂的 如果你這三方面都 非常非常地得宜 或者是很像鳳眼一樣 就是有一個上有拋 然後下有肉 有一個臥蠶 尾巴也不要有太多的 這個皺紋的話 基本上你的人緣 或是你的子女財 你的田宅功 都會相得印章得非常非常地好 然後我們一個事業要做得好 其實夫妻功也掌握得 很得宜的話 基本上你的鼻頭 就會越來越豐滿 越來越飽滿 我們想來看秋香老師 一歲一歲 我稍微看一下秋香老師 那秋香老師 她大概就是年輕的時候 比較辛苦一點 因為額頭比較窄一些 是 但是一到了中年 我會發現說 她的山庭的中間跟下庭 其實就比較平衡 也比較飽滿 然後意思就是代表秋香老師 你到了中年以後 大概四 五十歲以後 你應該運氣都會越來越好 然後你的臥蠶 就代表說你的人脈財 你的子女財都非常非常地好 然後你的眼尾 也不至於皺紋太多 如果說所謂的皺紋多 有可能會代表著 你桃花貴人過多 反而會變成小人 所以你是相得硬髒的 還不錯的一個狀況 彭達呢 你的鼻頭是有肉挺拔 然後你的鼻翼有收 鼻翼有收就代表著 你有錢之外 你還會有褲 因為你會把所有的錢收起來 然後會 應該是會給你自己的老婆 就是把你所有的錢 賺錢給老婆的意思 很準 很準 真的 我連信用卡都沒有 所以但是 宏達比較特殊的一個地方 就是你的魚尾紋非常非常地多 所以你如果可以的話 等到我們走到 完全地下庭的時候 你的魚尾紋要特別地照顧一下 因為它也會同時照顧到你老婆 就等於是 你好 你老婆也好 那你們有自己補孕 開孕的 一些撇步方式嗎 其實像我 我在五行上 我是鼠木的 那就比較適合綠色的東西 所以我也會穿一些綠色的衣服 拿綠色的包包 其實最好就是帶一些 穿金帶衣 因為衣也是綠色的 對 你都有帶衣 我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所作 就是葫蘆受洗的 那是我阿祖留下來給我的 結果我有一次擦地板 然後為了接電話一滑倒 摔在地上那個浴就變三段 旁邊就是泰絲儀 所以如果那時候 我如果沒有那個浴保護的話 頭就撞到泰絲儀上面就 所以等於是 它保護了我這樣子 幫你擋了一栽 對 我覺得有帶這些東西 就會覺得 工作會比較 一直進來 對 會比較順一點 那你不是從小就是也對這個 很有興趣 那你呢 像我們家有嗎 因為我在校園當中 我們去世紀的人都會教 說的是什麼 紫水星可以聚財 所以 而且因為身體要有五星 因為家裡 我們本身又有缺 有缺 就要去補 就要去補五星 所以我們家 在柴衛中我有附陣 像這個 這個就是人家說的 五行的聚寶盆 然後 我也在家擺五行聖 紫水晶的五行聖 像這個 這個就是水 那麼多 這個是金 這個是土 然後還有木 還有火 我總共有個形狀 在家裡的材料 好厲害 天然的礦石 其實有幫助一些印刺 這個可能有一些能量 對 像秋陽老師 它是隨身攜帶 你有沒有發現 對 它其實隨身 它都有一些五行的能量 還有所謂的佛教祈寶 然後像宏達 你是放在家裡 家裡面的擺陣 其實當然也很重要 像珍珠 它能夠幫助你得到一個 保護以及開運 讓你的前途光明 像珍珠一樣亮白的 這樣光明的氣場 它可以保護你 然後像金的話 就是 像金箔也好 或是我們講穿金帶影 穿金帶影 為什麼神明要上金身 因為金的能量 它就是能夠幫助你 提亮你的人形光彩的能量 你也可以帶了之後 你就可以招來更多的財氣 然後像蜜娜的話 琥珀它是由木裡面長出來的 所謂的樹脂 千年 萬年的樹脂 它就具有一個 保護你的作用 然後能夠安定你的魂魄 安定你的氣場 以及你的精氣神 像琉璃跟水晶 水晶 它就可以 打通我們的所謂的人體氣脈輪 因為它有各種顏色 我們在講紅塵 黃綠 藍 電子 就代表著我們人形光彩 我把每一個顏色都補足了 我是不是五行也就補足了 然後最後是色香 它是中藥的部分 如果中藥可以幫助到 我們屬火的部分 有的人缺火 像秋香老師 你屬馬的對不對 馬就是火綿 你如果在自己的本命綿 再加上所謂的火運的話 其實能夠旺上加旺 旺的就是你本命的根基 所以如果你想要五行皆具 你就可以透過這一些 天然的礦石 我們今天這麼多東西 有比較麻煩 複雜 有什麼比較簡單的方法嗎 有一個 天然的開運高 就是有珍珠 琥珀 蜜納 水晶的能量 統統集結在裡面 那是我有問題 它這個河的那個上面設計的 是不是有一些銜跡在 好 OK 它其實叫做 這個十字金剛柱就代表著 能夠幫助我們避邪黨煞 就是所有所有不好的東西 都不會靠近你 就是你帶著這個圖騰 它本身就有能量 就會幫助到你 怨小人 盡貴人 對 是 對的天然能量 都一樣嗎 你們都一樣嗎 這個有兩個顏色 請問一下 兩種成分有什麼不一樣 當然有一些不一樣 像這個桃花的部分 它就真的加入了桃花 珍珠 琉璃菊跟絞殺丸 所以它基本上 能夠招來好的桃花人員 然後像招財的部分 它也有一個金箔的部分在裡面 所以我剛才說 穿金帶銀 穿金帶銀 就是人如果能夠上金身的話 基本上就是透過這個金箔的能量 會幫你源源不絕地吸引 然後你就很容易招來 你所想要的財富 這樣我請教 兩種顏色不一樣 問題是要怎麼使用 要怎麼使用 這個方法其實很簡單 我們先來教這個金色的 金色的 你打開了之後 你就在上面畫一個金錢的符號 一個S 一個數 我畫三次之後 我就直接可以打在我的額頭 T字部位 這叫我們的命功 運氣好不好 就直接看我的命功 然後再加上一個我的鼻頭 因為可以招來所謂的財氣 也就是福氣 除了這個所謂的招財能量 可能也需要桃花 對 貴人這個該怎麼用 這個桃花這個該怎麼用 貴人也很重要 就是打開之後 我在上面畫一個愛心 然後一邊在心中許願 很簡單 你就把它塗在 我剛才不是說 這邊田宅宮 這邊子女宮 還有這邊是夫妻宮 我就直接塗過來 然後稍微拉提一下 它就很自然 可以透過這個天然的靈氣的能量 因為你的手就會散發出 你的天然的靈氣 磁場 就能夠幫助你的桃花 越來越旺 然後在我們的夫妻宮 稍微拉提 讓我的魚尾紋也越來越提亮 然後兩邊都 你這樣擦了這個 底下這邊也比較提亮 對 它就會變提亮 招來 桃花櫃 我拍的路全部都收拾第一 收拾長口 什麼時候用會比較適合 用什麼 其實我們不分時段 我們任何時候都可以用 可是優老師還是可以教大家 就是說 像現在不是要過年了嗎 所以我們會希望大家可以 在過年的時候 尤其在農曆的過年 15之前 或是初四銀財神 初一到初三 其實都可以來使用 因為它會幫助你忘孕一整年 還有幾罐那個 我請問一下那是什麼 好 其實這個 一個是開運高 這個叫 隨身都可以來使用 招來好的運氣 一個人所謂的正能量磁場 有些時候我們會看到 比如說美鳳姐 站在你旁邊 你就會有一個 很像明星的光環 圍繞在你的身邊 然後我們大家就很想要靠近你 就是因為你身邊的磁場 非常地好 可是如果一般人的磁場 沒有那麼強跟沒有那麼旺的時候 我就可以透過這個開運的精油 然後幫助我自己的磁場 變亮 變旺 對 然後我今天就有準備了三個 不一樣的開運精油 一個是招財 因為我知道現在很多人都缺財 所以這裡面這個金色的部分 就是可以幫助你招來 所謂的財運 然後它的使用方法很簡單 就是滴在手上 滴三滴 比如說滴三滴之後 然後你就是上下手 你滴太多滴了 大概六滴 你慢慢來 我可以三滴 你一丟好了 我你怎麼可以丟好了 然後就是這樣子 你在心裡默念天地人 對我招財 然後你用你的右手一樣 做一個箭直 畫一個S 如果你記不住這個S的符號 你就畫一個無限8 然後你這樣子搓一搓之後 就許願 就是對我招財 然後秀熙 秀熙 你會發現 它這個天然的能量跟味道 已經在幫助你 提亮你的運勢 然後這個招財的精油 特別適合 你可以放在 比如說你的頭頂 我們的頂輪 的這個部分 還有你的海底輪 就是你的上下 通通把好運接進來 就是透過招財的能量 它就可以上下通通一起進來 讓你財運飽滿 你會發現說它的味道很好聞 很好聞 因為它有一個 天然的 這個炎藍草跟檀香 炎藍草就是 扎根於大地母親 就很像你把所有 大地母親的土裡面 土能生金 這個土生金的能量 帶在自己的身上 然後讓所有的財運 跟這個能量上下一起運作 然後在裡面形成一個 正向的循環 另外兩個呢 另外兩個也很棒 這個是桃花的部分 就是它有玫瑰 也有依蘭依蘭 然後你就一樣 滴在手上三滴 洪達不要滴太多 好 妳有陌花 妳有陌花 沒有 要給人家受歡迎 對 對 我找觀眾 這樣就好 一樣 天地人 然後畫一個愛心的能量 畫一個愛心 手筆愛心的能量 然後你就可以放在你的心輪 放在你的心臟的部分 你就對自己許願說 我希望我能夠招來 所謂好的桃花 然後所有不好的 都能夠遠離我 妳就是心中默默地許願 然後如果是藝人朋友 或做業務的 就是招來好的客戶 招來好的觀眾緣 那基本上 妳就會越來越好 有沒有發現洪達好專心 真的很棒 我一直許說 觀眾緣好一點 對 好一點 看到我的戲都收視第一 對 沒錯 然後它裡面也有 這個橙花跟甜橙 就是除了開花還會結果 然後這個就更重要了 很多人會覺得說 外面的磁場 空氣或不好的時候 我可以透過這個除藏必溫 因為它有 艾草 杜松 乳香的一個成分 它能夠幫助我們 很自然地 遠離所有不好的能量之外 它一樣也能夠帶來好運 一樣你做天地人三次之後 你點3D 天地人三次 你在手上畫一個大衛星 就是你畫一個正三角 跟一個倒三角 它其實就是很強的一個 能量圖騰 它就能夠幫助你擋掉 你不好的所謂的壞運 以及那些不好的小人 它可以放在我們的硬糖 以及我們的喉輪 為什麼要放在喉輪 因為喉輪是直接 你嗅膝 吃東西 會吃進不好的東西的地方 然後我們要透過說話跟別人 跟我們講好話 對 然後讓好運能夠進來 我今天還有特別請到 我自己的好朋友來分享 歡迎喵喵 謝謝 妳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妳使用有沒有有什麼不同 就是其實我是一個 非常親愛的人 剛開始就是周遭很多朋友 都在分享著開運高 其實我也是抱持這種 半信半信他真的有這麼厲害嗎 可是後來我一想說 我是轉念也想說 最近工作案子慢慢少了 過年 年底到了 到處都要用錢 所以我想說 如果這是老天爺給我一個 可以開運 轉運的機會 那我怎麼不試試呢 所以我就抱持著 這樣姑且一次的心態 我就把開運高拿來用 然後很誠心的 像優老師剛剛教我們的 去許願 可是真的很奇妙 差不多在一個禮拜之後 我有一個合作很多年的廠商 在這兒很久沒聯絡了 突然打電話給我說要請我吃飯 原來它是什麼 它是要把他們公司 現在增加直播的項目 統統交給我來幫他們做營運 所以我就很開心了 又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有一個我知道 20幾年的珠寶廠商 購物台很資深的廠商 其實我們從來也沒合作過 所以他突然打電話給我 就說 佼佼 我想要找你 就是我們在購物台的節目 請你當我們的固定的廠商代表 好運就這麼一次來 甚至很特別是我連走在 購物台的梳化店裡面 就會有莫名其妙 廠商看到我說 佼佼 你可不可以來上我們的節目 當我們的來賓 所以就很多機會 就這樣一次一次來 所以你就不得不相信 原來就說 我只要使用的開運高 然後我很誠心地許願 所有的好事就會發生 然後你就會心想似曾 剛才自己要認真打招以外 當然運氣也是很重要 運氣也好 我們的生活會比較順勢 或是 或是好的開運方法 來補足 可能有個地方不足的地方 讓維持一些正能量也很好 因為 老師剛剛有講 就是你這個時候不是最後差 你心裡要有感恩 你心裡要去想 我希望能夠怎麼樣 我會想要怎樣 我會繼續再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努力是很重要 所以念力很重要對不對 這一點是非常棒的分享 非常謝謝三位 謝謝 祝大家 新享新成 我感恩了 我接到妳的金口 我感恩